传说中国人的祖先就是龙 当年大雨治水 曾有应龙以北滑地 指出疏到洪水的路线 几千年来 谁也没有亲眼看到龙的真实面目 他注定只是传说中的天庭王者 然而今天的辽宁银口 却发生一件让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2004年的一天早晨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 一位年迈的老汉在年轻人的搀扶下 缓缓走在人烟稀少的街道上 老人慢慢地踏进银口市始至半的办公室 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几分意外 包裹打开之后 里面是五块看起来变不起眼的骨头 正当大家对这五块骨头开始漫不经心时 老人开口了 语气有几分神秘 他说这是龙的骨头 自己已经珍藏了七十年 周从一和韩晓东 都是银口市至半的老员工 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眼前的这一幕让他们和同事 都觉得有几分好笑 龙一只是传说中的生物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现实世界里 天色渐满就在韩晓东准备收拾回家时 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老人严肃的神态 好奇心让他还是忍不住拿出了那几块骨片 仔细端详一番之后 他隐约觉得这几块骨头似乎不太一般 眼前的这五块骨头就是老人所说的龙骨 保存了七十年之久 五块骨头似乎各不相同 骨头的外延带有明显的角质 一触切面 有着类似水纹的纹理 也许传递了一种特别的信息 其中一块有明显敲击过的痕迹 似乎并不完整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 韩晓东小心翼翼地来到周从一的办公室 他试探性地说出了自己对五块龙骨的看法 周从一对韩晓东的说法渐渐提起了兴趣 两人都在怀疑这些骨头到底有着怎样的绅士 尽管龙骨一世在银口引起了一时的轰动 但是龙始终只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神物 史智办的工作依旧正常地进行 谁也没有真正重视龙骨事件 正当大家逐渐忘却龙骨事件时 老人再次找到了银口事史智办 面对工作人员的怀疑 他娓娓道出了另一段往事 他小的时候 死多事的时候 给这个银口有个夫妻叫王老五 他给他的大老婆当管家 他的大老婆比较喜欢孙正云 因为他是个小孩 每一天就教他一些识字啦 读书啦 就教一些内容 孙正云对这个大老婆也是比较重诚 这样他们俩就是建立了这种族谱 这种感情 后来有一天孙正云 就是要回营口了 就是离开他的大老婆 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就说了 你要走了 我没有什么留给你的 我这里有几块龙骨 那个送给你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夫人怎么会得到龙的骨头 这个看似离奇的故事 使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十分可惜的是 孙正仁和王夫人一家 早已失去联系 王家下落不明 2004年3月 元宵佳节五龙东的日子刚刚过去 节日过后的辽宁省大案馆里 十分冷清 一位工作人员慢条斯理的 整理着一些旧资料 在翻看一些旧报纸时 突然一篇文章的标题 吸引住了他的视线 标题为 焦泪合影 焦泪就是中国的龙 这篇文章使他迅速想起 他的同学周从一 跟他提起的龙骨事件 竟然真会有这样的歧视 而且是出自三十年代的圣经时报 收集报纸 他迫不及待的 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周从一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 有龙这个圣经时报的时候 当时就特别兴奋 记忆惊喜 又是怀疑态度 圣经时报是解放前辽宁地区 一张非常有名的报纸 这则报道出现在这张报纸上 足以可见 盈口龙事件在当时的轰动程度 王永诚找到了这篇报道 就是圣经时报 1934年8月19日的报道 焦泪合璧 这里专门发表了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上面 就是这个龙骨 整个骨架 明显地看到 它头部有两只脚 圣经时报上刊登的龙骨照片 虽然年代久远 但依稀能看出 是一有两只长脚的 大型动物事故 这张代表 代照片 这个圣经时报上 这个题目是 迎创最龙研究之意 我们这一看有之意 它就有可能有之二之三 于是呢 我们用在前后这个报纸里 我们要陆续发了 圣经时报 连续发了五篇报道 大概是五篇报道 其中有一幅图片 这些报道让调查组顿时兴奋起来 看来老人得到的骨头 很可能就是这个 七十年前的巨龙身上的 他们迅速记下详细信息 谁也不敢想象 将会查出一个 怎样惊世害俗的结果 稍后 他们认识细信息 服务 人员 对 一下